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铁头 今天插了一只龙家鸡 我们用它来做一个焖饭 先把鸡砍小块 鸡头不要 屁股也割掉 好多鸡蛋 先把蛋蛋取出来 我们把鸡腌一样 加入适量的盐 稍微多一点点没关系 来点胡椒粉 少许蚝油 少许生抽 再来点花生油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腌制半个小时 准备4杯粘米 2杯糯米 倒一起清洗干净 洗好用水泡泽放一边备用 准备小半软子的麦豆清洗一下 洗好备用 准备一小把洗净泡泡的香菇 切片 锅中下油 油油后倒入我们腌制好的鸡肉 炒香 好炒了差不多了 把香菇放进去 继续翻炒一下 好香啊 现在都想偷几个来吃一下 好了可以了 香味全部炒出来了 把它铺平一点 加上麦豆 然后加入泡好的米 尽量把它铺均匀一点 再加上没过大米的水 好就这样差不多了 刚刚过面多一点点 盖上锅盖 大火先焖15分钟 好大火焖了有15分钟了 我们把火调小 继续焖到5分钟 好时间到了 我们把火关上 再焖到15分钟 好了可以出锅了 哇好香啊 我们现在调上小火 淋上点生抽 来点胡椒粉 撒上葱花 现在来把它捞均匀 哇 这个香 好了捞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关火焖香的糯米饭 这锅麦豆鸡肉焖饭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这锅门饭特别香啊 一个人都可以吃五六碗 一个人都可以吃五六碗 魚肠 whatever 要去就吃五五碗 什么啊 инки 或许端